上次咱们卖那个脆柿子 几天后啊 那个柿子就卖光了 没有了 后来呢 好多粉丝想回购 咱说没有了 咋办呢 他说能不能再找一款好吃的 这不咱又找了两款了 两款不一样的 这有一个是奶香柿 有一个是香甜的 不一样的品种 咱们说到这个柿子呢 突然在想起来 生鲜这个朋友 跟大家说 其实它最没有稳定性 为啥呢 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啊 因为我在农村嘛 我这院子里也种果树 就是同一棵树的果子 它那个阴面和阳面 它的口感和味道相差都好大 还有那个相同的品种 我院子里还有种了其他的 就比如说我种了那个 那个是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我一下想不起来想想 那小小的叫蓝莓 一样的品种 我种了好几棵 我成熟的时候 我吃起来 味道和口感都一样 所以说 生鲜这个东西好难做到 就是一模一样的统一 那有的时候 大家会收到什么样呢 就感觉 第一次感觉收到的好好吃 也许第二次第三次 感觉差一点意识 所以说 有的时候 我都我也不知道咋讲 我又讲的就 我要是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就感觉是 是讲最早借口实际这是事实 是道理 对 所以说我提前讲的 大家所有的生鲜都是一样的 就大家会对这方面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所有的水果 就包括这个柿子 你看现在比如说 我现在吃到了 是这个样子 它也许下次再给我寄过来 也许会有点区别 也许是没有 我跟大家这样讲吧 如果一棵树上的果子 甜度跟口感是一样的 那它里边就打了甜蜜树 就这么简单 因为大自然生长的东西 它不可能每个果实都是一样的 这些实话 要不然哪个咱粉丝 想来紫云家玩的时候 看一下紫云家长桃子的时候 你看一些的树上 树尖上的果子非常甜 树羊面的果子口感还可以 树羊面的果子又小又不甜 就是这样的 对 咱讲的都是大实话 那所有的水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对这个多少了解一些 就包括我这边卖棋橙也是一样的 因为去年在棋橙的果眼 我也试过 阴面的棋橙真的不甜 阳面的棋橙真的好甜 最甜的就是顶上的鞋 知道吗 所以说 不同意才是原生态的 如果那个果子一模一样的 永远都是同意 那就是打了甜的树 非常直接 咱们现在试这个 试的好不好吃 好吃的推荐给大家 不好吃 我就不许推荐 这两个试的 我已经说到三四天了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尝了 然后呢 所以说今天抽了时间 这个香甜的呢 有个别的 有一些软了 有点软了 因为这里边闷的 有个别还是硬的 这个里边奶香的呢 一摸起来 它就都是硬的 咱卖货就是真实 我都不可能说 这个多少天 它都是硬的不得了 是不是 看一下这个试的 这是香甜的 看一下它的味道和口感 甜不甜啊 是不是以为我真咬 然后拿刀给切开 上次那个试的是非常好吃 这次呢又找两款不一样的 非常的甜 但是这个说实话放了几天了 它不脆了 嗯 不脆了 但是甜度 还是够了 咱们试一下这个 这是奶香市 这个是脆的 甜度呢 它有一种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甜度也够 但是没有这个甜 嗯 为什么这个味道呢 我还没吃过这个味道的试制呢 我跟大家说一个神级的事情 我以为它只叫奶香市呢 没想到我吃到什么味道了 哇真的是有奶的味道 现在咱们对这两个试做一个 总结啊 真的要挑选一个真的好难挑啊 我感觉各有优点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两个试一起收到的 一起收到的 这个香甜的试啊 它放了几天之后 它容易变软 它就没那么脆了 嗯对就糯糯的那种 然后呢 这个放了几天之后 它还是那么脆的 但是呢 这个香甜的好甜 就是试试那种甜味 是非常的浓的 这个奶香味呢 它甜度一般 没那么甜 但是呢 它有一种奶香味 它真的有奶香味 我说实话 这个奶香味 奶香市 我还真没吃过 我以为它起个名 叫奶香市的 有的就什么叫巧克力市 它也没巧克力味 但是这我刚吃低口的时候 我以为是不是有问题 这都真的是有奶味啊 但甜度一般 这你要么怎么选一个呢 这两个确实都不错的 我要不要这样吧 这两个都上 大家根据个人口味来拍 香甜的呢 它在家里很容易变软 就是放了三十天 它就有点软了 但是到甜度是非常的甜 奶香试试呢 我放了几天 它没有怎么变软 它还是脆的 但是甜度一般 它多了增加了奶香味 就这样 那我都上了 大家根据个人口味来拍啊 这个就放软了 就是那个香甜的 看一下啊 其实软试试也可以吃啊 咱们就当那个市面那种软试试 就可以看到了吧 哇 都是有点汤系了 这也很棒的啊 看一下 软了就软吃 嗯